大家好 紫色触江草 它观赏价值非常的高 不管是开花还是观叶 那么都很具有观赏价值 但是很多花有芽 这个紫色触江草 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枝干比较脆 比较容易折断 这个风大一点 就会把它吹断 那么这种原因 其实可以通过施肥来调节的 因为这个紫色触江草 它是一种草本花卉 它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 就是由于它生长的速度快 那么它这个枝条枝干 就显得比较脆 所以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我们适当的 增湿一些零甲元素高的肥量 尤其是甲肥 那么我们增湿甲肥的话 可以用这个控饰肥 比如说像这种控饰富饵肥 那么这种控饰富饵肥 它是花果尽用型的 它里面的甲元素比较高一点 那么对于这种紫色触江草来说 可以健壮它的直径 不让它那么容易脆 因为甲元素 它可以锁住植株里面的一些水分 增强光合作用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它的根茎更加的强壮 不容易脆断 那么第一种方法 就是用这种水溶性的磷酸二氢甲 因为磷酸二氢甲 它也是高磷高甲的肥料 那么在花期使用 可以促使它开花更多 那么平时使用的话 也可以强健它的枝条 不容易脆断 那么这两种肥 相对来说 这个控制肥用起来 就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它的肥效 一次可以长达四个月 我们只需要在盆土的表面 撒上适合的肥料 它的肥效就可以达到很久 那么磷酸二氢甲的话 主要是用来促花用的 所以它用起来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最好是15天 给它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给它交换 所以大家想要醋浆草 这个枝条没那么容易折断的话 大家可以适当的 给它使用一些这种高磷高甲的肥料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